大家好呀 今天是我开学的第一天 我一天上学 我的包里面都会带着东西 今天是第四天上学 我现在要出门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本来今天什么计划都没有 就是去超市 然后拖到了现在 然后我们发现很有可能要下雨 这个运气特别好 我们俩就感觉像巴斯罗那摩难记忆一样 绝了 绝了 现在已经下雨了 绝了 我们走 那么多东西 真的 我们两个人就从来一定是买超多东西回家 一个车一个袋子都不够 超重 真的 超重 我现在已经收拾好 然后准备出门去逛街呢 See ya 超可爱 怎么 我现在已经出门了 然后现在准备坐公交车去 去 我们要去哪里呢 叫感恩街吗 加泰罗尼亚广场 对 我们要去那边逛街 嘻嘻 今天风特别大 我已经在家里面就一直在 一直在门一直在被风吹 吹关上 给你们看到我们两个的 手绳莫名其妙的土加在一起 瑞国 瑞国索契 超级 超级 妈呀 我们今天特别顺利 车也是一出 一到地铁站就到了 一到车站就来了公交车 一到地铁站就来了小火车 哇太棒了 很像我们今天有一个顺利的旅途 希望能够买到东西 肯定可以的 今天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 把加泰罗尼亚广场全部逛一边 走不完 我们现在才逛一条街吧 大概 谢谢 你看 今天也是收货满满了 你看起来一点 刚刚还很憔悴 我要告状 刚刚憔悴的不行 现在立马又 哎 真实 然后买了好多东西 中超的 然后买了伤身 因为我今天自己剪的流汗 然后 直的时候 我踩不忍 但是卷了一下以后就好像没了 是挺好看的 流血流汗 我觉得呢今天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已经是很顺利的一天了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一会儿坐一三回下会不会顺利 但是目前来说还是很顺利的 我们今天中超也赶到了 然后也没有做错 现在已经非常顺利的到家 连最后坐公交车也很顺利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买的 买了一个这个Ritual的这个卧室的香薰 哇哦 我的香薰已经拿出来了 然后这个味道是带一点 带一点薄荷的 然后又有玫瑰的味道 哇太好闻了 然后去H&M买了四瓶指甲油 就是 对 买了四瓶 就是都在网上评价很好的指甲油 其实我衣服没有买什么 然后终于逛到了Urban Outfitter 买了一件卫衣 都买了一件很普通的黑色的一个 一个champion的卫衣 我觉得还蛮好的 这个是H&M连饼做的一个系列 然后其他的我觉得质量摸起来都不是特别好 感觉应该很暖和 All right See ya 今天是我开学的第一天 然后我的课是在10点开始 然后我的室友们都已经出门了 你看我们上一次外面还是绿叶 现在就已经是黄色的叶子了 真的是巴塞罗娜的秋天已经到了 没有 蟹夹用花,就拿 一起打 苦粉 倒壶的面包 快饿死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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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许愿爸爸乖 今天是早上7点14 很久没有起那么早了 然后因为有8点半的早课 所以外面应该是天亮了 天亮了耶 外面已经天蒙蒙亮了 今天是10月1号 然后是中秋节和国庆节 早上的世命 咖啡 早雨 我们今天是第四天上学 我们现在要出门了 我们两个穿的像不是一个季节的 哈哈哈哈 今天有时都没有开吧 好难哦 好妙哦 今天开花 开花 现在 那个文章 去开花 现在已经回家了 因为我们今天第二节课只有四个人 然后就不好意思把相机拿出来拍 等到我星期一 上电脑课的时候再给你们看一看西班牙的大学教室 安妞 哎呀我今天穿的好臃肿啊 怕冷的人当不了辣妹朋友们 现在要消毒 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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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 那不如我们就来拍一拍 我一天上学 我的包里面都会带什么东西 我平时的话 会一般都是就是两个包分着 一个是这个Longchamp的包包 然后 它就很实用 我真超喜欢这个包 包括出去旅行或者上学 我都很喜欢这个 因为我隔层 它只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这种小口袋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包中包 这是我之前还是在国内的时候买的 然后它就会把它分成很多层 包括里面也会有分层 就是会方便很多 这样就不用 我每次之前找东西的时候 就是在里面瞎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书包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一看到粉色和爆纹 就觉得郑重我心 然后我就最近都在用这个包 我一开始是想要买那个北极湖的书包的 但是 我脸就是好像也没有那么需要 所以我就还没有购置它 然后我的包里面呢 我的包里面呢一般就是会有 我现在上课会带一个逻辑的键盘 这个无线的键盘 然后搭配着我的pad 就我觉得这两个加起来比我的电脑要轻一点 而且因为pad它很好的就是我现在 比如说记一些课堂的笔记 我就会用这个键盘打字 但是其他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些reading 什么的时候的话 就是因为这里有apple pencil 所以就会方便很多 就是我要比如说mark或者highlight 都会方便很多 然后 其实我书包带的东西还蛮少的 餐巾纸 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我也尽量不在学校摘口罩 然后我课最多的也就是周一要上五个小时 好像是 我周一要上五个小时的课 四个半小时的课 所以周一会时间比较长一点 但其他都还好 所以我就会在去之前就喝很多水 然后我就尽量在学校的时候就不喝水 所以我现在也不怎么带杯子 但是如果要带杯子的话 就是我的两个杯子 一个是普通的tap hole的杯子 我就感觉从高中就很喜欢用这个杯子 我们当时高中的时候 回忆就是每个人有一个这样的杯子 然后去接那个热水上课屋手 好怀念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starbark的保鲜杯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用 但是好像前几次用我觉得有一点点漏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不能用太久的原因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杯子它的颜色 然后材质我都觉得很好 然后的话还有我的airpod还有免洗的洗手液 然后这个洗手液特别小 就特别可爱 它是这种里面会有这种小点点磨砂小点点的 然后味道也很好闻 带一点那种甜甜的那种味道 然后还有一只口红 这个虽然我在上课的时候不应该戴口罩 但是以防不时之需我就会戴一只 万一我要戴口罩 还有我的文具盒 就是太简单了 我的文具盒里面就只有 我怎么连紧剩的一只笔都不见了 文具盒里面就只有一只 一只圆珠笔 然后一只黑色的笔 然后我就很轻非常轻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文具盒 那这三个球球 超可爱 二人 那我现在一会就要去做饭了 我准备先换一件衣服 因为实在是有点热 这就是我大概每天上课的时候 会用到的一些app 其实主要就是notability 我还蛮喜欢用这个软件 然后就是我分类的 我就用绿色的都是我的一些 要上的课 然后里面会包括一些需要 需要看的一些reading 然后老师的powerpoint之类的 所以我准备一会就整理一下 今天上课的东西 我们今天学了new tech 这个是我今天上课写的一些笔记 像是我们学校的话 就是有一个campus virtual 然后在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课程 我们语音学发了一个 document 然后它上面写的是只用看第一张 然后我就以为说 因为他的书很多页 非常多页 然后密密麻麻 就是一共有24页 而且每一页都是两页这样子 然后密密麻麻细细的小小的这种字 然后我就以为说OK chapter1的话 那就应该就只用从里面挑chapter1就好 没有想到他们全部都是chapter1 但是语音学应该是我现在最薄弱的一门课吧 因为之前接触的比较少 感觉只有在自己真正学英语的时候 才有学拼音 才有学音标 很久没有学了 但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觉得是完全新的领域 但是是可以从理论上来改进自己的一些教学方法呀 然后设计一些教学模式啊什么之类的 或者就是自己去纠正学生的一些发音问题的话 会更加有依据一点吧 而且我们语音真的不会是学语音 我们语音学的教授是发音最好的 就是很清楚而且很饱满每个音都超酷 就是加了蜂蜜的豆浆和烤肠鸡蛋的面包 pretty easy 今天现在正在下小雨特别冷 然后我就穿了一拨卫衣 刚刚从超市出来 然后下了很大的雨 熟悉的小车车 我们今天的饭桌 烤了五蛙肉然后鸡翅 快乐 可以翻了吗 还是拿筷子吧 那好吧 这个是生块朋友们 哇 酱 沸腸 所以 这个是练子 搅置咱 你 那是有稳嫌 你在 Hernandez Ke sun 鸡一 我想要出雞 12 mightia 所以就是了 我們可以先走了 星期六的早餐 昨天失眠到两点 然后今天时间都太刺穿 因为昨天在超市买的 唱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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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有两桶酸奶 这个是我买的土豆 那个即时的 就是加热可以吃的土豆 鱼条 然后鸡 然后这是 我的豆腐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肉 平常可以做饭的时候吃 然后这边就是我一些就是用到的一些像切好切过的一些洋葱啊 姜啊蒜什么的 然后还有这种饭是我会提前做 做好了以后 然后把它用保鲜膜包起来 这样每次回来晚回来的时候加热就可以吃了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会放一些水果呀 然后蔬菜呀什么的 然后这边的话上面就是我们的酱料 然后这是我的果酱 我非常喜欢这个果酱 是那个它是diet 然后是一个橙子的果酱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大家的奶 嗯 这是一个带有果肉的橙汁 这个是半 半汁的低汁的奶 然后这个是我的核桃 我的早餐奶 嗯 这是我的低汁的奶 这个是没有糖的豆浆 然后这个是杏仁奶 这个是这种杏仁奶 这个很好喝 我也很喜欢喝 但是很甜 因为我的时候就像是奶油一样 然后接下来下面就是 酸奶 黄油 酸奶 酱 然后是炼乳 番茄酱 嗯 下面是肠 我的肠 然后早餐的一些火腿 就是我早餐会吃的那种一片一片那种火腿 嗯 然后这也是酱 嗯 酱 然后我的西梅 嗯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这边卖的意面酱 对 然后里面带肉酱 然后这个我也很喜欢 这个是他们这边就是新鲜的番茄泥 然后也很便宜 这好香菜 人比四五块吧 然后这种番茄泥 就是不管做汤还是做意面 或者做什么菜的时候 就直接倒就好了 嗯 上面冷藏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下面最后点惨不忍 下面也是很多东西 这是我们的冷冻 然后冷冻 然后冷冻 里面的话 这个是 我来不当它很好用的 就是它是 嗯 这种 它是这种叫什么 嗯 蒜碎 就是 饭给你切好 你每次要拿一点就好 就很很方便 不用每次还要吃 然后这里面主要放的是一些肉 就是我每次买出来都会先单独打包好的一些肉啊 然后鸡肉 然后鸡肉 那时候是有的虾 还是买我的鱼 然后像骨花肉啊 然后这个是 我很喜欢的 蟹棒 然后下面一层呢 就是更素食的 然后这个是 嗯 豌豆 然后买的年糕 哇 这个是原来出现过的那种 特别的青春香菌 然后这个是 冻的水果 有树莓 然后有蓝莓 九条配 我们才把它包起来 然后过来这边以后就是烤箱 然后这个是微波炉 这个抽烟机嘛 然后它这个火就是五个 但它是明火 我之前在Sovia都是用的电磁炉 所以好危险 火一大烧 如果你经历了两次 就是火直接烧很高烧起来 然后我很喜欢开灯做饭 我觉得这还挺好看的 然后接着的话就是 这边就是我的厨房用纸 我的烧水壶 电饭宝 有怎么在这里 然后还有咖啡机 就是这种物件都放在这 然后接下来的 这个里面也是第一层 就是我们大家用的一些 这也是我们上次吃烤肉 用的小锅 然后烧水壶 电饭宝 然后再下面呢 就是一些锅呀 然后不用的锅呀 蒸的呀 杯子什么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这里面一般放的就是 调料 然后像油啊调料啊什么的 但是因为这个高度就是不太行 所以一些高的调料就放不进去 然后这里一般其实是放一些酱啊 OK 然后紧接着的话就是 这一层是 这一层是我们买一个就是放这些勺啊 刀餐筷子的地方 下面一层是我们常常会常用的 我们也是把它分成了三份 然后像这边的话就是我的东西 就是我 是早上吃的这种杂粮面包 然后 洋葱碎 它那种炸过的洋葱碎 就是很香的口感很好 我一般会放在拌饭里面吃啊 或者意面上面撒一点 然后这个意面 这也是我吃完的面包 然后这个是我平常会用的蜂蜜 咖啡胶囊 乌龙茶 这个乌龙茶 然后 可以用冷水直接泡的椰子菠萝和水果茶 有时候不爱喝水 所以我就得买很多的茶 下面一层好像也不是我们的了 然后 我们的调料呢 一般都放在这里 那像上面这一层的话 我放了一些我的蒜 然后辣椒啊 然后还有就是玉米淀粉 就是玉米淀粉就放在上面的 下面一层我们也分成了三份 这个是我和另外一个选家共用的 那个调料盒 然后就糖 盐 五香粉 花椒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东西了 这边是我的 老干妈 我的香辣菜 这个是 烤鸡用的粉 我很喜欢买这些粉 这个是 哎 贝勒 不知道不知道它是什么的 这是西芹碎 然后 黑胡椒 面 然后这个是 这是印度的那种 就是他们的一个特有的调料还挺香的 然后这个是 孜然 是没有想到就没有孜然 然后这是咖喱粉 然后这个是他们这种辣椒面 但是特别不香 辣的话我觉得还行吧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些卤料 八角 然后 就是八角都是在中超版的这个是超市民用的 香叶 就是芝麻 然后奇亚籽 是个那种拌饭酱 石锅拌饭酱 但我来这边还没有吃过石锅拌饭 然后这里就比较方便 它整个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 就这种上下巴 它 关上就可以了 看起来就很整洁 这边是我们的一些碗筷 木头碗 然后我刚买的碗 还有我的吃意义的碗子 这边的话就是有 嗯 我们大家会放罐头啊 然后放鸡蛋的地方 然后这一层是我的 就是我的鸡蛋还好吃了 我的鸡蛋 我的金箱鱼罐头和玉米罐头 都放在这个里边 然后这一层的时候就是有的 这个是我们拿来 平常放一些买好的牛奶 这个的话就是泰国 这个是很好吃的那种泰国 你没有在东北买的 就很像中国的那种东北大理 然后就盐和糖 我们都把它放在之前的调料罐 你来试一下 然后这个是炸粉 就是炸炸鸡用的 这个是炸凉粉 水果水果那一片燕麦粥的那个燕麦 然后这个是那种炸凉米 Ensalada的炸凉米 还有我买的糯米粉 然后这里面呢也是我们存的一些物资 就是咖啡胶囊 然后鸡蛋饼干 油啊什么的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些方便食品 方便面呀 然后这种螺蛳粉啊 粉呀 面呀 木耳机 然后还有火锅底料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厨房看出去的景色 真的是很好 就做饭觉得很享受 刚好就是和我的房间是同 面对是同一条机 然后就是非常好看 好了 那就介绍完了 拜